我真喜欢的意 不会让你们过苦日子的 就算过苦日子 我也不会有愿意 因为我是你恩人 因为 你是我丈夫 你真的骗我 你不会让他丢成 我不会让他丢成 为什么你偏偏是个革命套 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都不可以 陈思汉 如果不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最可怕的敌人 咱们生在这个时代 无法拥有共同的信念 就无法成为朋友 非得人 不痛之恋力 鸳鸯的纷飞 我能一生情 抚你千行泪 啊 真心患真意 啊 生死两不如意 啊 生死两不如意 啊 生死两不如意 人都千万里 如果想要求而以后 无双飞意 尽心是何心 像四语迷离 所有的人都是鸽子 命运就是牙虎子 因为那座沉重的木头大门里 有我心爱的女人 还有我的女儿 可是四海 在你向那座雕画的大门内 也有你心爱的女人 和你的女儿啊 可是你们 我没法不 我没法不惦记着你们 记得你摸取 处处连芳草 四海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不惦记我们 那你就把你对我们的爱 都庆祝到他们的身上去吧 我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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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才是个妻子 玄玄是我的女儿 四海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老天爷再公平不过了 一个人 不可能什么都得到 如果我和玄玄圆满了 那芸汐 芸汐和佑兰该怎么办 是玄玄圆满了 我们的缺陡 那 不是有一个更大的缺陷吗 四海 你快走 你走吧 明天 我再来看你 我再来看你 四汗 我们没有明天 不用拐我抹角了 有什么目的说吧 不是说了吗 想给你一个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 这个机会有多好 那就要看你愿意拿什么来跟我换了 我什么也没有 你有一个好上司 原来你是要他陈专员的主意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对付你们日本人 该怎么形容他的工作呢 中国有句成语说的 唐币挡车 你还别不信 在拥有东北之后 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上海 贵国政府连东北都守不住 你以为上海又能坚持几天呢 你们到底想把它怎么样 除掉糖 除掉糖 那是易如樊掌的事 倘若年轻有为的徐秘书 同时遭到了迟雨之殃 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 你要我出卖陈专员 这不叫出卖 从消极面说 你只是不愿陪一个傻瓜一起死 从消极面说 你只是想从一个死人身上 挣些好处 而这些好处 随着他死去 也就消失了 又何必浪费呢 这叫不捞白不捞啊 徐先生 你我都不愿意生在这乱世 但是既然生在这乱世 就要懂得乱世中的生存法则 什么仁义道德 那是太平盛世 才有余力去讲究的东西 至于乱世嘛 老弟 有权 有钱 那才是真的 中村先生 你是个魔鬼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魔鬼看中的对象吗 对啊 徐先生 您的运气不错喲 宇晶 宇晶 你回来了 你怎么搞的 我打电话的办公室都没有人接 连士奇也不在办公室 对了 我炖了烛盛鸡汤 我去给你拿啊 还是要喝点粥 你别忙活了 我 怎么了 我有要件事跟你说 你说什么 萱萱是你的女儿 你没搞错吧 这种事能搞错吗 那 那他现在在汪老板的别墅吗 你说你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 别人家的事不要管 你说你一个外人绞进去 绞得一团糟 你 你是没看着当时的那个情形 我记得你对宝林恶毒的 就像把他给吃掉死的 我那这样他不管吗 矿天 我不认为我是没资格管这事外人 对 如果当时我在旁边 我也会这么做的 这不错 自己的 主流 品科 工作 都不错了 不错了 编续 我去 雨晴 謝謝你的體諒 我到現在心裡還窩著火 要不是一連串的誤會 阻止我跟保麗 哪輪得到普郡在那張牙舞爪 你說什麼? 什麼誤會? 保麗說她留了一封信 而那封信 什麼信啊? 我可沒有看到過 我沒說完呢 她留了一封信 說是個炸死 我知道你沒有看見 我當然是沒有看見的 我要是看見了 我還不第一個去告訴你 她說那封信 就擱在月薰放銀河的地方 倘若你沒有看見 你什麼意思 倘若 你懷疑我啊 我還沒說完呢 我是說倘若你沒有看見那封信 那那封信誰拿走啊 那我怎麼曉得 那是普郡 我還沒看見那封信 她有機會看到那封信嗎 子漢 這件事情過去的實在是太久了 我已經都不記得了 後來 就在我們去杭州的時候 她找到了舅舅家 卻遇到舅母告訴她說 我已經有了未婚妻了 事到如今 她想怎麼說 還不由著她啊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是說 舅母死了那麼多年了 舅父全家都在美國 你就是想問也問不著啊 至於那封下落不明的信 究竟存不存在 你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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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去 好 允娟 二十年来 每次谈到宝凌的时候 你总是宽容而人体谅 甚至乐一听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 会对宝凌思念 会想念的 可是刚才 刚才你让我有点感觉到 你又有点不高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可能 是害怕失去你 别傻了 不会的 我有种预感 我会失去你 你要我讲多少次 我只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没想到你也会问同样这两个词 是 子汉 如果你费了好大力气 终于弄明白了 你们俩之间是一位一连串的 为我为人分开的 然后呢 你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人生就如同一盘棋 无论谁输谁赢 都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我知道 你恨不得把这盘棋推翻了重新来过 如果你横下一条心 我想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你能确定 他愿意这样做吗 没资格问这个问题 那你想不想跟我离婚 取得问他这个问题的资格 不行 那你想让这盘菊僵下去 不行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 我说过了吗 我 我根本不知道我想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我 你 我 我 我 PRESUK 我 好 好 好 子雯 你是个好丈夫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是个好朋友 我相信在你的女孩 但是你会讲男孩 你妈是个好朋友 你妈是个好朋友 你妈是让我教宅 你妈是什么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别慌 你一定有办法的 你别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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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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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在书张台上找到的 是给你的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回家 来 我回来了 回来收拾行李的 不是 我回家做饭 昨天 昨天我跑出去以后 在桥头遇见了她 我没想到她还没有走 是 我是跟她在一起 她把我安顿在她的一个朋友家 然后她就走了 我在那儿睡了一觉 天一亮 我自己就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了 难道 真的不要你了 不是 那 他是要你了 不 不 不 现在的我跟她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她之所以照顾我 是因为 因为她可怜你 所以她照顾你 正如你可怜我 所以才回来了 不是 她不是 她不是可怜我 我也不是可怜你 她没有恳求你离开我 就跟她结婚吧 听说巧妞儿那小丫头 居一气 养一体 如今呢 已经妍然是个贵夫人了 而我 这朵温室里的小花儿 经过这二十年的风吹雨打 这朵温室里的小花儿 已经跟杂草 已经差不多了 她要你干什么 而我 明知道你心不甘情 不愿意从她怀里 回到我身边来 而我还得忍受 我不可怜吗 我就站在这儿 做个箭吧 任由你尽情的伤害 并不是因为我心虚 而是因为我爱这个家 我不愿意这个家 分崩离析 我还会继续站在这儿 任由你的伤害 直到有一天 你真正的满意为止 你真正的满意为止 是 我想伤害你 正风 你想伤害我一样 不是 慢慢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富城银行与中央银行的结盟 能够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促成中国银行界能够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我希望在场的各位记者小姐先生们 也能够善尽使命大力的呼吁 中国人唯有团结在一起 才能抵抗外强的情愿 保卫咱们自己的国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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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钱 只要权 嗯 这点我可以答应你 你将是中国最年轻的银行经理 你不会是利用完了我之后 就过河拆桥吧 只要你一直保持着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我有什么必要 去拆掉一座还能利用的桥 不 这里面的资料 应该可以帮助你阻止程专员 要发出的那道 声讨万邦处计会的通地 哦 哦 果然如此 那你就把自己这座桥 改得更加坚固了 还有什么需要 这 知道了 我仍然觉得你是个魔鬼 他们已经疲惫了 但是 没准备 不一定 这下一个人 这下一个人 这是文明的 嗯 我身上还有 stam 他能不能让他再来 他也不相信他 你不会不相信他 不相信他 他不会有什么 他不会有什么 干什么 他就等在那儿 巴不得我去催他 好有机会再次地羞辱我 我这岂不是自己在找棋手吗 疯了 可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头 你问他 别问我 希姐 你说得对 我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奴才 我不是非得就这样要逆来顺受 就像那天早晨我回来 他说的那些话多气人 当时我就差点没忍住 要拿起花瓶去砸破他的脑袋 这可新鲜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疯子大多都是给逼出来的 你去告诉他最好有点分寸 不要太欺负人了 我要睡了 出去出去都给我滚吃去 去 爸 今天我是铁心了 你要是不回房间睡 我是不会睡的 你还要睡不睡 主子 别这样 回房去说两句好话得了 人说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啊 我跟他的仇可是攒了二十年的仇 这么容易吗 您说这话对哥哥就不公道了 连奴才都听不下去了 这二十年人家对您伺候的是无微不至啊 更何况还有许多在您背后 您看不见的包容您体骗了 哪家伏记铺吵架啊 哥哥对您连大声一句都不敢啊 可是你没看见他现在 老跟我横面疏远的 他肯定是变心了 你们俩先出去 我跟贝勒爷说两句话 给你再多了 贝勒爷 我也觉得 格格是变心了 人家變心呢 都是由淨變淑 而我們哥哥 我們哥哥變心 他是由淑變淑 說的話什麼意思 得子說得對呀 这哪家夫妻不吵架呢 以前格格 都不敢跟贝勒爷大声说话 这不正常 我觉得不好 这表示在格格心里 他一直把你当恩人 如今他跟你横眉的树叶 这很正常了 我觉得很好 这表示在他心里 终于拿您当丈夫了 您不应该生气 您应该高兴啊 我们干不赖 起家回宫吧 我们都背着你 咱俩已经出尽百宝 再也没法子儿了 希望布布的法子能顶用 他摸了好几天都没用 他一来两句话的顶用 哥了呗 我太不信 这么晚在这瞎磨蹭什么 还不是睡去 你真了不起 那是 这么晚了还忙活什么 你先睡吧 我一会儿再睡 我一直以为 你已经忘了他 一直到昨天 我看见你瞧着他的眼神 那么渴望 却有那么凄苦的眼神 萨拉之间 你的原形 在我眼前毕露无遗 我明白了 你还是宝灵 二十年前的宝灵 我明知道 这不是你的错 可是我还是好伤心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让你是那样的看着我 可是我知道不可能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我知道 我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的腿 残了 心也残了 我不忍心看着你随我一块儿沉 却又舍不得你走 我说的那些话 像两面刃的匕首 重重地刺伤了你 却也深深地咯疼了我自己 可是除了这样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你这可怜的傻丫头 他其实是一个人 她不太定的 我不得了 这会后 你睡觉 别出去了 外面的东西不干净 家里煮了粥 还有你从京城里带回来的锦州小菜 你去叫得子吧 他听你的 今天 我们应该在一个桌子上吃 一家人 老是分主子奴才的 这就见外了 好 我这里叫他去 他要是不来 我就揍他 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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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胖宽 主奔 你们都在啊 都得那么齐全 是我请他门了 谁过生日啊 胖宽 主奔 我忘了 谁 陈思汉风流陈信 古则园 金屋藏郊 这写的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张新闻稿 说你勾引前情某贝勒之妻 红杏出墙 在汪祝萱的古则园 幽慧 私德不休 有失观真 胡说八道的 你不要再谎 更可怕的是第二封信 它里边说 只要你声讨万邦储蓄鬼的通电一发出 它马上第二天就简报 要搞得你身败名利 这两封信哪里来的 我找一副有事情 来的时候在门口捡到的 对了 今天下午有个童叶打电话给我 要我把后天的头版空出来 说不定会有一条重要消息要发表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是一个日本人告诉他的 我担心大消息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怎么危险我 陈思安不吃这一趟 对 亲者自亲 卓者自卓 你怕他做什么 爸 你别理他 通电照发 又来很不懂 俗话说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热上这些坏蛋 他们最有法子把白的说成黑的 舌头底下压死人哪 法治世人哪 新闻稿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他们若是有新药杖的话 也不能知道 前行背的之妻到底指的是谁 那样可是更麻烦了 新闻这东西啊 我太了解了 就算你说破了嘴皮子 终于证明了你的清白 可是外面的人还会说无风不起了 У steam 把互相也创成这种印象 好 我们有意义 共互相 我们就先打 我们有意义 我们有意义 这个生意就 Nov 我们有意义 嫉妥 我们也要 不好意思 你说 为什么 我们有意义 我 这不妥 不妥不妥 我对人烤了 但每天都是 平常习惊的 确实是 我来 仁信 你倒是 拿个主意 说句话呀 除了 否 jewels 不是 好像 我相信你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我都会尽我的权利帮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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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痛痛快快地说一声 我奉陪 这长胆识了是吧 不服是不是 资格到书房睡去 你就盼着我到书房去睡去 我偏不让你如愿 我就让你好好的伺候我 还真是委屈你了 这要是在以前 像我这棵杂草 哪有机会来伺候贝勒爷呀 这娘呢 真她娘会记仇 消停消停吧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活着 可以吗 可以 可是啊有的时候 并不是你想这么过 就能这么过着 你越想安静的事儿越来 你信吗 我不信 你别给我泼凉水啊 行 我不说了 免得我又说错一句半句了 又成了一辈子的话比 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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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